移品飞车那个样子出到21 波士顿五星级酒店 平均房价为851 这波士顿怎么还比圣托里面还贵 搞笑的 机票是便宜 才500就能费 我想去波士顿 等疫情平稳了 以后我就办个签证去波士顿 一个人去 一个人去吧 去一周我觉得够了 一周绝对够了 你还不放假 你还不放假 不放假 不放假 那就放了三天好不好 什么 他有算会连着周末 那连周末也不够啊 连周末也就那么几天 还是什么 比如说暑假春假 最好春假去 春假抽个时间去 我要自己探索一下波士顿 拿着我的电脑下好辐射4 我到每一个景点 我就到辐射4里面走到那个地方 然后把电脑和背景拍一张照片 绝了这个 到时候旅游照片 你看一个是游戏里面的样子 一个是现实的样子 我要去义勇军城堡 我要去康科德 我要去风卫公园 我要去 去齐某一样 我连不上福气 所以 我连不上福气 我连不上福气 有些酒店看着图片很好 但很便宜 因为现在不是问题 四星酒店 我知道三星酒店 就是那种快捷酒店 三星以下基本就不能住了 然后五星就是最高级 那四星是什么 四星是 为什么四星呢 不是三星或者不是五星 但四星卫生环境肯定没问题 否则它就是三星 可能就是那种五星级酒店 我听说床店都是好几万的 可能 甚至十几万的 那些定制的 快捷酒店 快捷酒店 现在快捷酒店都不敢住了 就三星 三星 除了 一是爆出很多卫生问题 二是针口人 三星酒店问题太大了 我绝对不跟团 不是跟团 是出去集训的时候 我也没有集训过 在 那我进了个队伍 我在打飞行苍蝇拍呢 那是什么来着呢 因为那个是很快的击杀垂直飞行器的 他们在网上 calling all fire breathers Mark in here I've got a priority alert for you 我 picked up another one of them automated survey for the box out in the ash heap those things are great for salvage but you'll need to get it hard and fast if you're gonna knock it down the noise also tends to attract unwanted attention so watch your backs good luck I'm trying not to get killed 这是土质步枪的屏幕 这是土质步枪 这是热带风暴 不是热带闪电 买了我东西会不会有 有人买了我酸弹 你伤害退磁了 现在退磁 快了进队 怎么就442人 我之前做76那个 更新概览综合视频的时候 我本来是想 我在旁边以滚动字幕的方法 把每次更新 全部更新出来的东西全都写出来 因为wiki上是有列表的 比如说这次更新了 具体有哪些NPC 具体有哪些任务线等等 我本来 我后来改 为什么改成了 就是什么新武器装备 新主线支线 就是因为我做了 狂野阿帕拉切亚 第一个的滚动字幕 他们预告片放了4次 还没滚完 你知道他更新 他每次更新 他那些就是NPC 你把零零散散的东西加起来以后 他一次更新 能有好几数千个物品 废土克那一次 如果能超过1万个 我都不惊喜 就到这种地步 NPC就可以上百个 故事线 更不用说文本 各种物品 辅助品 装甲 好 我是两个刘 我是全自动刘和 动力动力甲中枪刘 健康人 我是全自动刘 我是全自动刘 哪是 我能把我修理的进度给打 你別把我自己營造 你不一定 你不要 我真的不想要 你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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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是一系列升降低的 不要做一工的半工 到另一系列升降低了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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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改成 现在想枪广,我没改 这是土质的皮肤 这是土质补强 现在伏技延迟我感觉好大呀 就打一个敌人 还行 我每次都会多打几枪 因为他其实早死了 那我要等 对啊对啊 就是他伤害已经吃到了 但是却没有掉血了 这不是我开加速机回国导致的 我觉得是 我也是 我没开加速机 那他比原来大的 原来我在这边打的时候 完全没有延迟 这同气的 最近人多了对吧 没怪 没关系 没关系 看来是努力也 我出现了一个好组的侦和小跟什么都来偿 有潜移待他们的位置 有有很多侦和小在你的位置 这些小伙优会看来 作出声音 我们看到啊 我們在這裡 請一下 對 對 那也要做的事情 他們帶出大的小小雙現在 拿他們下來 好 i know that tard down michael accomplished these uplinks are just what we need to get an edge on the enemy you've done the brotherhood proud dawjow 刚才那一波 我们在这守的时候 基本就过来一波 然后就没什么 就没来了 对 我昨天买了一个发光的 那个地球一灯 你去当吗 我知道 那个灯有点小 他藏在 不是我买那个 不是为了 我到时候会把灯关了 我买那个是为了 当地球仪吧 确实他比 我们地球仪干净 对 然后你把灯关了以后 他其实你就不阻碍他 你就完全看着 就像个地球仪 对 而且平时他也不让你 把地球仪摆在别的地方 只能摆在那个展示柜 来 他只要买收藏品 反正原子点太便宜了 5000原子点 120人民币 要什么这些 5120啊 才 5000啊 都开始了 这是我见过最便宜的皮肤 科金的积分 圣哥 那 去 印太斯大国全天比较棒 哎呀 我还是没 必须 我觉得这种方式 你觉得什么 才是正确的 就是别天天像 ipic一样 还有玉币天天独占 不给你玩 你知道这种才是正式的 就是你们可以在别的平台玩 但我平台玩 如果买 dlc 或者充值 更便宜 对吧 你想你想 如果 如果被塞斯达上steam 然后他被塞斯达平台一模一样 谁会用被币设平台 谁会去注册 他的平台 ipic不也是 但是平台就是 但他们独占 就有的游戏就不让你玩 别的平台 没办法 但他明明可以一个很低很低的价格 比如说 比如说你steam买60刀 我ipic30刀 你可以选 76元 是吧 但我意思是他这种吸引力度大 就我根本就不会在steam平台充值 我不可能在steam平台充值 他比steam便宜三倍 我也不想 那你知道b车很巧妙的导致是什么吗 这导致这个游戏 他说实话 本体他这个40多人民币也不赚钱 他就靠后续的原子点之类的东西赚钱 而且你想原子点这东西 这样大家都跑到被塞斯达平台充钱了 他就这一方就拿不到分成了 就100%他都自己拿了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有币设平台 但是币设平台的key在网上已经摆在家 我听说10 30 20人民币就能买了 有20人民币就知道 宣传 写在贝特斯拉平台充值有优惑 怕怕群优惯跟他翻译 自己怕我们的气 写币设平台充值半价 是国区的再半价 你肯定不能说国区 就说不是群优惯 不知道美 就不知道 非国区 在美园区他们那边是不是不一样 应该也不一样 他免费送steam版太好 你看那些游戏都没有免费给steam吧 比如说你在ipex买了什么游戏 你在orange买了什么游戏 他都没给 其实他免费送steam 是想把那个B色平台 就丢失了老王家给弄 是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想增加 为什么EAA不对 战地5都同样的事 因为他根本就不想救战地5 你拿EAA跟B色 没设计 EAA呢 对不起 贝特斯党 EAA是什么玩意 刚才 把76所有更新的宣传片又看了一遍 然后我想了想圣哥的更新 不要这圣哥 好像有一次更新 是有一次 可能跟那些bug 他跟了个新副本 然后就没 对 他跟了个冬季地图一个新副本 然后就再也没有想 你这一页就想了 四项子 但是没有 他们剧情都没讲完 他剧情后面说 那个乌格斯要回归了吗 这再也就没有了 根本就没有做这种过场剧情 那种 没认识 用情做 来吃完再讲剧情 不是他做的呀 他做了很多过场剧情 不是 不是 是单机游戏 76是MMORPG 虽然我每天都要回答5遍这个问题 但是 内容怎么可能一样 不是 G6的内容和4怎么可能一样 你这 这是玩法是吗 这是玩法是吗 虽然我很热心 想给一些新玩家解答一些问题 但是我这一天真的能解答10遍这个问题 小子 当然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搜一下我频道发的一些76 或者你们去搜一下76的宣传片 之类的 否则我也不能说天天重复一模一样的问题 干脆写个简介挂在上面了 说 否则76 冒号 是一款MMORPG 设定在全新的年代 全新的故事 全新的地图 全新的NPC 全新的任务武器装备 否则4是上一座 这是在写Coverdent 他地图不一样 NPC不一样 阵营不一样 故事不一样 时间不一样 机制也有很多不一样的 更不要提剧情任务 改了队伍 他怎么可能是一样呢 有人形容的时候怎么喜欢吧 第6这是 但是我还是会再解答一遍 虽然我每次都觉得我不想再解答 不过 没有关系 你可能是以为它是GTAOL那种 他不是 他确实是全新的地图 GTAOL是GTA5一样的地图 但是76和4完全不一样 而且辐射76的地图是4的4倍 也就是辐射76其实是辐射16 因为4乘4等于是16 76的地图不只是新的 而且是4代的4倍大 而且据某名陶德先生所言 是辐射4地图的16倍细节 信不信吗 你就你就自己下去 那我觉得是 确实我觉得 但是16倍他这也太准了 没 就觉得是比辐射4的地图细节好 但是有16倍那我没数 我也没数过说辐射4的 一个房间里有多少物品 辐射76的一个房间里多少物品 那你看这个地图啊 就是 差不多我放到 差不多我们现在放 就是 如果它边缘不卷动的话 差不多就是辐射4的地图的大小 像我现在全屏的这一块 应该就是辐射4地图的大小 然后这是第二张辐射4的地图大小 这是第三张辐射4地图大小 这是第四张辐射4地图大小 也就是其实辐射4的地图 只不过是从 从这个叫西弗基尼亚木材公司的地方 顶多到这个中继塔 HMB12这里 也就是辐射4的地图其实就这么大 你如果从西弗基尼亚木材公司 跑到 或者跑到世界之巅吧 这就应该是辐射4整个地图的大小 但是76有四个大 你的这个缩放图 那个bug又出过来了 没法展示 其实我觉得它应该把这个bug改正 这个bug不应该是bug 这个bug很方便 能看全图之间 现在没皮肤 不要 你不觉得有件事奇怪 人类文明没了 所以光污染也没了 那为什么我们还看不见银河呢 在古时候或者说那些人类文明基本像辐射里也不剩多少人了 实际上大城市肯定都已经没了 地球就是你从深空看地球肯定已经没有 你看不到什么灯光了 这种情况下应该就像以前或者在那些现在 在那些偏僻的地方你能看到银河的在天上 你是能看到银河系的那整个那个星带在天上的 就是B3B3B5 这个是真B3B5 复射4有个Mod 我每次玩 我自从会用Mod以后 每次都开始用 就是但是有擎天啊 4和7、6有擎天 你可以理解为核污染还笼罩的天空 4和7、6都有大擎天了好不好 不是我不是说现在 我是说永远 现在是在下雨没错 但是辐射4和76 你根本看不到银河带 无论它是什么天气 估计就是这个原因 辐射4有个mod 就是有叫4K Milky Way 还是什么来着 就是说 它不是天气帽 它是夜空帽的 它把夜空的贴图 换成了那个银河 我常那 本来就没几个灯 我们就应该看得到 第六有核爆 你指的核爆是什么 你是说战前核爆 战前核爆的有 但是很少 76目前已知的 也就两个核弹坑 貌似应该我不确定 但我找到的应该就两个核弹坑 所以相比之下是很少 你看波士顿的发光海被炸的 就不提发光海 剑桥有一个对吧 剑桥有个弹坑 然后 好 那个镇我忘了叫什么了 斯勒肯总部在的那个小镇 他也有个弹坑 你对这种核贴呢 他也有个弹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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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谁啊 找到和保證的技巧 我收了幾個個東西 但... 我不確定 任何的東西 我需要給我弟弟一些印象的印象 譬如我自己 Scribe Valdes 教我們 特別的技巧 可以常常在軍事或科技的用途中找到的東西 有任何這些東西在我的露營 似乎是... 印象我偶像嗎? 这菲尔顿怎么像一个在云游的奎莉人一样 他要找到一个能让文书瓦尔迪兹满意的科技物品 才能回去证明自己 哦那个 我明白 我会再来一段时间 它有个食物脱水机 有个打字机 有个电路板 有个烤面包机 这些里面也没什么特别高科技的 无线电干扰器可以 它有个无线电干扰器 这个可能有点用 给予烤面包机 给予电路元件 给予食物脱水机 给予打字机 给予无线电干扰器 我觉得无线电干扰器 这个科技含量最高 你觉得呢 这几个工程的键帽 垃圾 这个无线电干扰器 有高级无线组件 我跟他谈猫话 一眨眼直接天晴 天晴 漂亮 来接扰 虾 ähr 词 镜 1月7号 秋天的私服更新真的支持MODE 那我就要开始做MODE 我要亲自给我的私服做一块我想要的MODE 永久的辐射风暴 永久的辐射风暴 而且辐射风暴 就是全图首先气向环境全都是辐射风暴 但是真正的就是有辐射效果的辐射风暴 还是随机的只不过频率变高 但是每一次辐射闪电的时候不是本来会加一点点辐射 我要把那个改成加50辐射一闪电 就是你如果这个区域真的发生了辐射风暴 你就赶紧进房间或者赶紧跑到别的地方躲 你可以让辐射风暴一直在 我要像战地5那个让辐射风暴扫过 这隔一会儿会扫过一个地图 地图上会有一张核爆圈一样的预警圈 提醒你他要来了 其实这个很有意思你不觉得吗 卧槽 这有在那个幸运的卡就是辐射风暴来说还有棒 风暴追寻 他辐射风暴问题就太弱了 因为辐射4里面官方设定简介 他是写着的是辐射风暴本来设计的本意是提供一种 提供一种气象灾害 让玩家要对这个气象做出反应 结果改的削弱成了一个景观 靠其实屁关系没有就那么点辐射 他如果真的改成就是你如果比如说你在你暴露五分钟 你还在这像没事人一样你就直接死了 就那个辐射条会一直在上涨一直在上涨一直在上涨 而且挺快你就要赶紧去室内躲或者怎么样 这种就他设计本意就是这样 不知道为什么把它改改的 改的都很没见 现在看到辐射风暴心里毫无波动 但按理说看到辐射风暴本应该心里 卧槽赶紧跑 反正我还是不喜欢辐射 反正我见到辐射风暴我就跑 就是应该见到辐射风暴就跑 关键是他不只要给你一种 视觉上的辐射 还要给你一种实际上的辐射 他讨厌是讨厌在 他会就打断我的那个传送 他会打断我的传送 我支一下那个方法 支一下那个方法 所以到室内躲避是最好的 而且你想就是比如说你辐射风暴来的 然后外面电闪雷鸣 然后你躲进一个房间 一边整理装备 一边看着窗外的那种绿色荧光和闪电透进 从窗户打进来 那种感觉 伴随着雷声 但是问题就是现在的辐射风暴 对 而且76的辐射风暴进一步削弱了 76辐射风暴造成了伤害 因为辐射4搞 辐射4本来就很弱了 我不记得辐射4 辐射4起码是十几辐射一次 现在就有两三辐射了 闪电 这次还有个MOD 就是辐射风暴下 辐射风暴下 会随机刷屎鬼 其实很很 就是合理你想 比如说他能设计官方机制 比如说辐射风暴下 死掉的屎鬼会复活 哈哈 你想想想 比如说你刚在摩根镇清了一堆屎鬼 然后辐射风暴来了 他们全都平行站 对 对 对 或者他做个动画 普通屎鬼被忽热风暴扫过的时候 会变异成八光轴 好 这个可以 就像电击鬼怕一样 对 一到闪电劈过 一到煞白之后 你眼前的屎鬼就都变成八 或者他可以给那个 糊热风暴的闪电 加一个闪光弹效果 这个也可以很 让玩家知道 最好别在这个区里来 就每次闪电下来 会白屏 比如说0.5秒 白屏算 白屏 就整个屏幕变白 叉一下 而且这也能给贝塞斯达时间 把这个区里的 狂屎鬼替换成八光轴 你白屏 然后你再一睁眼眼前的屎鬼 就变成了八光轴 这不很好 贝塞斯达也不用做 转换动画 靠 那真的是绿 扶射风暴真是个错失的机会 他本来做扶射风暴就是因为 他不想让玩家 天天在史绿和史黄之间玩 同时想让玩家体验到 各种天气的同时 也不能让玩家忘了这是废土 但是 本意出发点做得很好 但实际执行上 并没有让玩家感受到这种感觉 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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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看是守了住 守了住但是可能 没空下去狼 危险 科套都是我 亲爱的自动游战枪 一时一时开一个 这是我最后一个 来了 哎呀 对 叶,有大法在这里 你下去了 对 这工种也太危险了 我看每次幸存下的人不到百分之二十 我看来没有封锁 我看来就不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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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没有影响 好友,一般加不了,我這邊有bug 對,只能互相罰,我這邊看不到好友的身體 對,這是光暴手遊 好羨慕 是,這是光暴手的,是光暴打 好友,不之後可以幫我 好的,暴力 好友,我現在到這裡 这么多传奇 反正明明这么少了就到于他刷了 我这边回头连他那四个传奇就来了 我这边回头连他 小当年伏射4的传奇还太年轻 伏射4只要你有一把爆裂的战斗线弹枪 你就毕业了 你叫爆裂战斗线弹枪 神党杀神佛党杀佛 你这什么cos 两枪喷死了 这四个传奇太老 slowly 而且暴裂太强了 那暴裂比这护大强很可能 确实 我要没子弹 5毫米了 一流放5毫米 我会给你 我这边7毫米放 我这还有180毫米 这边有10毫米 左边 右边 左边 这个 没子怕 他在抓 他在抓 中间有 原来显示伤害抗性是这样 有人增长 这边搞了一招 但是想起来都没有用 我也觉得没 呼吸可能有用 你可以学习 如果你不了解你 你可以学习一下他们 他 我说我说 太难熟了 我不够了 不够了 我没你的子弹 我没你的子弹 这个自动榴弹线飞 秒分 贴 这还有 出海 有 有 牧 respir 你 p 你 嘘 頂級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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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站不動 中間有戰 全體起立 全體起立 一定要守入防線 在過來被特斯拉電了 全體起立 轉戰 轉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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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押 轉押 轉押 2 2 2 3 3 3 5 5 5 2 2 2 3 5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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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垃圾 垃圾 这起码也是个踩辐射急流矿的地方 对 这不是辐射急流矿,这只是辐射矿 这没有辐射急流矿 要再一往不能进去 这不是辐射急流矿 这不是辐射急流矿 这不是辐射低 这不是辐射急流矿 什么时候能出个功能 能让人重新打一遍 特定的剧情任务 以前不是 提高过 不是 不是,我说 社区 社区 就是 就是 你出个任务列表的功能 然后你可以选择某个任务 常先打一遍 对 对 我这么技术的功能在私服里搞一点太过分了 这种功能就应该是 所有人都能玩 圣哥都出了传奇任务 就是说能宠玩而已 圣哥是因为实在没东西玩 没东西玩 路本太少了 对 辐射觉得自己东西很多 啊 确实按照更新来说 他更的确实很 但是还是不够 还是不够了 就毕竟你想 就你玩这个世界 我们需要领过十分钟 但他们做这个场景 要一堆人做 可能要做一周 真的 机制啊 代摆啊 这个模型啊 那些东西 场景设计啊 音效啊 配音效啊 所以他们可能 对人 一周我们十分钟打吧 所以就说你应该能重玩任务 他们那些剧情任务都浪费了 不让重玩 打一遍就没了 但是这是好饿的 这叫 又延离社区 宝饿不解垃圾 宝饿不吃垃圾 Pret觉得垃圾份就可以 所以就要吃垃圾 宝饿不少 只是皮肤和建造物品而已 没有必要 除非收集皮 你买豪华版和买标准版唯一的区别 就是豪华版那几个皮肤和建造物品而已 你玩到的游戏的那些剧情啊 任务啊 武器啊 装备啊 和豪华版一点关系也没有 豪华版 就两个字概括 哦 饰品就是给你一些饰品而已 比饰品好一点 但其实建造物品就是饰品 比传统意义上的饰品更好 还是没有 你不是一定要管用这 可以不要 可能 唯一有用的是那个香 去除香 那是后语人 那和豪华版也没关系 豪华版也没关系 但我从来没有看到自己在地上 其实它应该是豪华版的 起码包括个三个月会员 确实 或者你觉得有一招 可不可以 我觉得可以 Xbox Game Pass Ultimate 包含Fallout First 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微软会很同意这个想法 你想能吸引多少人订阅XGP 不过的话我就不用买XGP 不用买这个 那你想EAPlay本来也是一堆XLOS玩家订阅EAPlay 然后就加入了吗 但是这个有个问题是 你本来只能在 那 微软就会开始吸人了呀 你懂了吧 只能在Win4平台 我们才 这个属于什么 这个属于双赢 就是 就算 你不想在微软那里玩 那没事 你就继续现在的 它也不会涨价什么的 但如果你想免费用 哎 那对不起 那你得到人家微软的平台去 你说如果这样 那微软是不是又牛 不要把老滚的会员也加进去 而且我觉得很有可能了 这个不是猜测 因为现在已经第一方了呀 很有可能真的就要加进去 然后 没事 我先换去 有人找你恶意PVP 你不鸟他们就行 那你要知道 他们都是第一方的了 微软连 微软连金会员都不要了 微软把金会员都加进 Ultimate里 微软连那个 战争机器的DLC都不要钱了 微软连EA Play 那笔钱 EA都不要那笔钱了 好吧 那笔钱应该是微软要给 他会再一个辐射76的收入 现在有个人 那里有个人 这些拨护 都不错了 他们的评判标准 Game Pass的评判标准 我看过 他不是按照你说 收入一个游戏 因为Game Pass就不存在收入 如果他真的是要这么 彻底把76并到 Game Pass这条服务线里 把会员全都并进去的话 那他的评判标准就是76的活跃玩家有多少 而不是收入的 其实辐射76已经不用担心 他能赚多少钱了 因为人家是微软的第一方游戏 他需要担心的是 他能不能保住活跃玩家 只要他活跃玩家够 那微软现在这个Game Pass的策略 他就没问题 我觉得把会员加入到Game Pass里面 也是一个很好的 再大幅提升活跃玩家的办法 大家看一下现在 如果你没有Steam平台的辐射76 你也没有XBOX 你电脑也不够好 但你想试一下辐射76怎么办呢 有多简单 我们只需要打开浏览器 我们打开浏览器 然后输入 XBOX Game Pass Login 你甚至都不用下他这个APP 你不需要XBOX的APP 你也不需要有一台什么独立显卡 当然国内的网络环境是特利 我这边说的是 如果你加速器什么 够有条件的话 靠 现在不行 因为我开着国内加速器呢 我开着国内加速器呢 我开着国内加速器呢 当然 更玩微软的 第一方游戏有多容易吧 重点是我这开着回国加速器 大家看 这就玩上了 但是呢 你显然是不能用 我 我不在国内 但是因为我要给大家直播 我需要切回国内 等我切回国内呢 那就好 那我的IP就变成国内的 那我的延迟就会巨大舞弊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你就可以很轻松的 7月7号更新 你就可以很轻松的开始玩辐射76了 就这么简单 你不需要读写 你不需要什么3080 2080 1080 980 780 你只要一个什么和显 你只要有和显 有一台能上网的CPU 有一个能看视频的电脑 你就可以直接进入 开始玩各种游戏 比如说辐射76 你就通过这个浏览器 大家看我是在浏览器里面 对吧 我不是在什么游戏程序里面 我没有用Xbox App什么的 我只是在用我的Windows Edge浏览器 我就可以开始唱完辐射76 那这个Game Pass是昨天上线的 这个PC和iOS版 所以现在Game Pass正式是打通全平台了 包括安卓 苹果 手机 iPad Surface 什么办公本 上网本 超级本 游戏本 反正是啥都能玩 你说体验吧 肯定没有你自己有电脑好 对吧 但是问题是万一你没电脑呢 万一你现在买不到显卡 配不了电脑 万一你现在 手上没有好电脑 但是你想玩 怎么办呢 那这个就是很好的办法 起码你能玩了 对吧 起码你可以玩了 你可以随时随地玩辐射76 看没子弹 对 iPad也能玩 平板 iPad iPhone 什么 安卓手机 反正 电脑 PC Mac Surface 全都能玩 然后 比如说我们辐射76玩腻了怎么办呢 我们直接就退 直接就退 然后我们直接换一个游戏 比如说我们开始玩这个我的世界地下城 是不是 我们直接就换游戏 你不需要下载 也不需要 检查配置 也不需要干嘛 你随时随地你床上抱着iPad就可以玩 你出门在外 只要你网够好 前提是你网好 你只要网好 你在车上拿个手机就开始玩 你在床上拿药平板就开始玩 对吧 这个是真的太好 随时随地你看我们现在就打开了我的世界地下城 然后 就可以开始玩了 直接就可以开始玩了 X Cloud是真的太强了 但是前提是我不知道国内网络怎么样 而且第二点是说 你虽然不需要强大的电脑硬件 但是你需要一个强大的网络 如果你的网不行 那这种当然是别想 但如果你的网可以的话 你就不需要任何的 只需要一个能看视频的工具 就能唱完这400多款Xbox Game Pass游戏 你想想400多款Game Pass游戏 你就可以直接在手机电脑平板 到哪里想玩就玩 不是不是 Game Pass不送七六会员 那是我 那是我刚才 刚才瞎瞎说的 我刚才说 如果 Game Pass能包含七六会员就好 不是说七六会员就包含了Game Pass 然后你看比如说我们这个游戏玩腻了 直接退 然后这边有多少游戏呢 然后这边有多少游戏呢 他这个小火箭飞过一切就为你准备就绪 而且最值得是Game Pass Ultimate 这个真的不是广告啊 朋友们 微软没给我一分钱了 这个他也没给我一个激活嘛 就是这个Game Pass Ultimate 它15到一个月对吧 它15到一个月包含了主机端的Game Pass 包含了PC端的Game Pass 包含了Xbox Gold 也就是主机的联机会员和主机的每个月送四个游戏的服务 还包含了X Cloud 也就是说这一个Game Pass 15到一个月包含了主机PC Go的X Cloud 四个服务 15到一个月全包 这个是真的很神奇 每次说到Game Pass都是一句话相疯了 这个服务真的是太好 我从我大概从他Game Pass公布定到现在 Game Pass公布定到现在 当时特别是当时黑五打折一口气定到了 我就从2018年一口气定到了2021年2019年来 热四 热四咋了 热四咋了 热四出Bug了 他怎么在载入我 这不才主菜单吗 他主菜单载入啥呀 为什么福射四的主菜单需要载入我的 大家看右下角 哦 他的同步数据是吧 对他需要同步数据 但是那个界面没出来 我知道他有同步数据 但他不会出一个条的吗 这 我们今天也没法给大家演示太多 因为像刚才所说的 我我因为在直播 我连回的是国内 也就是说我是属于什么呢 我这边体验挺好 但我要给我 我现在在给大家直播的时候 我要连回国内 我再连回来 因为他这个服务器 应该是不在国内 我要连到国内 再连到他这服务器 哎呦 起码内地是没有服务器的 起码这个内地没有 但是特别行政区应该有 特别行政区有 其实就OK 比如说我们还有这个地平线四 所以住在珠三 珠三角的朋友啊 住在香港澳门的朋友 可能体验要好一点 如果你住在比较内陆的城市的话 你备个加速器再试试吧 因为微软在这些地方 也没有这个xcloud的数据中心吧 地平线四 这怎么全屏啊 问题是不能全屏吗 我才知道F11是全屏 我傻啊 我傻啊 我才知道F11是全屏 我傻啊 我们来看一下地平线四 不需要任何硬件 需要硬件 我意思是不需要任何玩游戏的级别的硬件 你就能玩游戏 你还要什么自行车 是它有延迟 是它不清楚 但是如果你真的没有选择 比如说你和什么家人啊 回家探亲啊 你在外面啊 想和朋友玩玩游戏啊 你只要买了DLC 应该就能玩吧 我也不确 这个你说DLC 这个我没事 但是它给你提供了一个选项 你还是可以享受游戏的乐趣 可以随时随地享受游戏的乐趣 比如说玩地平线四 你的一个朋友可以在 比如说他放假了在家 他可以用游戏PC 享受最好的画面 但比如说呢 你此刻在外面旅游 对吧 住在酒店里 你想和他来一场比赛 你就可以直接拿起你的手机 无论你是苹果手机 安卓手机 还是你是Surface平板 还是iPad平板 你是上网本 还是游戏本 你都可以和 使用任何设备的任何朋友 在任何地方一起 玩任何的Game Pass的游戏 前提是你的网要好 对吧 比如说你像我这样子 嗯 You are playing somewhere else 是谁在用我的账号玩游戏 啊 是谁在用我的账号玩游戏 这怎么可能呢 这是为什么呢 而且玩的还是地平线4 嗯 不对劲 他和我踢下来 这不太好 我就会玩到 好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